哈囉大家好 今天終於要完成我夢寐以求的企劃了 就是來到彰化市 吃他們的空肉飯 如果有觀察我前幾間的朋友們 一定知道我很愛吃空肉飯 今天就是要吃爆空肉飯 但是我們的依據就是依照Google的評論 現在第一家來到的是 全空肉飯 你覺得我們今天可以吃幾間? 我想要挑戰吃五間 你不能吃五碗 我可能兩碗吧 我沒有信心 但是我會努力 這個是小的空肉飯 十塊錢 如果是按照這種尺寸 我覺得我們應該可以 它的外型很陶細 而且它的皮感覺非常的有彈性 它的飯上面都有領好醬汁 這一吃 好好吃喔 它的皮雖然不是化開 但是那種非常彈性 它滷汁的那個味道很濃 肉有入味 但是我覺得偏乾 它的肥肉超強 一定要吃 肉都很好吃 完食 去第二間叫做天宮壇控肉飯 距離全控肉飯大概走路一分鐘 它這個有五百多個評論 然後也是四顆球 到了 這次沒有用牙籤串控肉耶 它用牙籤串控肉的概念 也跟崩潰還有關係嗎? 這個可能要上嗎? 這個牙籤是不要讓它涮掉的 它的瘦肉跟上一家偏 嗯 有點硬喔 水分沒有那麼多 那我來吃它的肥肉 肥肉我覺得還可以耶 它是屬於軟的那一種 飯的部分就是稍微偏硬 這一碗四十塊 完食 超級怪的 真的很強 我們的交通就是用走路 如果要來吃的話 注意一下它Google上面的時間 因為有一些滿早就關的了 它不是開一整天 第三站來到了阿桑控肉飯 它是兩千多個評論 也是四顆星喔 就是對面這一間啦 它的外觀非常的精緻耶 這間控肉飯不行嗎? NONSTAR 第三家阿桑控肉飯 它也是用牙籤去滷的 我不要三角丟住了 不不不不不 它的肥肉有夠軟的啦 嗯 它的肥肉就是所謂的入口即化 咬下去就直接滑掉 瘦肉花跟第一家 全控肉飯差不多 然後它的醬也非常非常多 飯也很好吃耶 它的熟度不會太乾 也不會太濕 再來喝它的腦水湯 這是我第一次喝腦水湯 媽的說腦水湯是用什麼做的 豬腦做的 喝起來很中藥味 讓我現在吃腦水看看喔 可能這個味道我沒辦法介紹 給大家看腦水長什麼樣子 要不要把湯喝掉腦水給你 腦水我吃起來真的沒辦法 非常的軟爛 那種生器官的味道感覺 第三家碗石 碗石第三家 現在來去隔壁的 黑豬絲菜尾控肉飯 662個評論 4顆星 彰化第二名有貌爛空洞飯 真的假的 沒 現在只剩我一個人了 我姊 我姊夫我媽 他們都吃太飽了 但是我想要完成 這以上是不可能的這樣 雖然我不是千千 但是我想要試試看 我現在還沒有到非常到爆炸的飽啦 它的空洞飯特別有加小黃瓜耶 油膩帶點清爽 這家空洞飯50塊錢 我來吃它的肥囉 還OK 它是軟 但是沒有到跨掉或者是彈性那種肥囉 在它們的中間吃 也不會說不討喜啊 就還OK 而且它瘦肉蠻好吃的 醬油會比較重 瘦肉是帶一點濕潤的 不會偏乾 飯的話也是偏濕 完食 然後吃這樣 好飽 要轉再加轉 哦 好 謝謝 要不要進來吃雞口 耶 拜拜 可以吃 就冰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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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吃中間吃乾嗎 你可以嗎 真的 可以 麻煩你了 這個很重的嗎 哈哈哈哈 我覺得不適合當那個大胃辣 嗯 不是 嗯 還有很多飯粒啊 那給你去煎 完食 吃完了 這一間叫阿清空洞飯 四顆星100多個瓶的 但是我覺得它的肥肉很油耶 你有感覺嗎 然後它肚子不夠爛 然後它瘦肉又很乾 還好飯還可以 算是挑戰成功 現在爸妹拯救我第五家的空洞飯 空洞馬拉松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挑戰的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看你們可以吃到幾碗 在下面留言跟我講好不好 來 挑戰一下 總結是阿樁那一家最好吃 我自己覺得 它的肉真的比那個 全的那一家肉來的優異 我覺得這兩家都可以首選先去吃 我的第一名是阿樁 第二名是全 講的是我喜歡的空洞 就是像阿樁那種 它的肥肉是化開的 因為吃空洞飯 種在肥肉的地方 空洞飯的那個滷汁要 鹹甜鹹甜 瘦肉的部分不能太乾 醬汁跟它的肉質那種軟度 很剛好 今天空洞飯的馬拉松 算是挑戰結束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照我的路線 走走看吃吃看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可以看我的影片 當作你有吃過喔 然後要怎麼樣 按讚信約小鈴鐺